講到向下發展 以前我住在Berryll Serpert的單位 叫做Arc ARC 是一個新的建築商 拿車位的時候 拿到P4 其實到處都是一樣的 你光顧越大單位 你就是P1 我那些是1加1 我記得是 不過我住了一年 我都賣位了 不知道是1加1還是1房 要查記錄才知道 那 拿了車位 哇!P4 開幾層才是到車位 這次去North York 10月去拿鎖匙 又是一個新的單位 入貨 哇!給我一個單位 P5 我找不到自己的車位 我就不知道 去了P1、P2 找 那號碼 總是沒有這個號碼 然後 轉一下轉一下 終於找到一個 一條路 下去P4 再走就是P5 距離地面5層 哇!現在距離地面5層 很重要 早10年 距離地面4層 已經嚴重 兜得緊 哇!現在還兜多一層 我想以後可能是 P6 P7 或者 或者再不是 應該是這樣 有個升降機 被汽車降下去 那不用那輛車 兜來兜去 我看到那些 有些片 新加坡 有些 康島 都是 直接把那輛車 升到那一層 你開到車門 跟著走 走進你自己的單位 哇!那些就是浪到鼻 就是 升降機 就把你的車 載到那一層 你一步出那個 停車位 就是你的單位 那就是 可能 一架升降機 服侍四個單位 不知道 要 真的有機會去看看 好!多謝收看 歡迎訂閱